今天很開心 來到請教Raymond習律師 一些關於家庭分離婚問題 Raymond 你好 以往我工作 因為都做了一段時間保險 那些客人有時很多家事都會來問我 但其實我不是很懂得回答他們 很多時候我都會 譬如他們兩夫妻我都懂 有時譬如他們說 人生他們經歷你一個階段 可能真的要離婚了 曾經試過個案 有個太太就來問我 她就說她先生說想扮離婚 不過她就說我不找律師 自己搞 自己口頭協議 她就問我行不行 因為我不懂 我就想請教Raymond你 其實行不行 最好是這樣 為什麼呢 這麼神經 那你什麼生意 因為在香港 每年離婚的申請很多 每年平均都過萬鐘 你想想法庭要處理一年只有12個月 每年有過萬鐘 這麼誇張 每個月都成千多人搞離婚 OK 申請而已 所以你家事法庭全香港只有一個 有幾個法官去處理這些離婚案件 那條龍是超長的 所以大家若果不幸需要考慮離婚 那就要知道離婚的程序是怎樣 就走去排對那條隊 就可以省很多排隊等的時間 如果不是一個離婚案件 最快半年可以離婚 如果搞錯了 或者不好處理得 三年都未能離婚 OK 所以其中一件事就是 你問得很好 就是是不是兩個傾了 會好些呢 這個絕對是 如果兩夫妻能夠有共識的 資產怎樣安排 小朋友怎樣安排 是啊 探視權怎樣 有個初步的共識 那是一個好開始 因為如果你離婚有沒有共識 小朋友有沒有共識 簽了婚有沒有共識 是 那你慢慢進去家事法庭等三年 哦 即是其實家事法庭 就是給他們慢慢去溝通 去談條件 因為家事法庭 是的 他鼓勵你們去談 哦 他現在那個程序設計到 因為如果你每樣事情都談不上 才是要來見我 嗯 你兩個說不上 離不離婚 就是老婆可能指老公有通姦 老公又說自己沒有 是是是 那你兩個說不上 就是有時候官員都會罵 如果你們離婚就離婚 是 不要問什麼原因 哦 OK 不要爭 你究竟想不想離婚 如果你真的不同意離婚 那我才審 哦 不過你要我審的 我手就得一對 案件有1000個 嗯 那你教我一天又要去 一個月一年有多少個 working day 去審 那你就排了 你就排一年半載 才來到見我審 哦 原來是假的 但如果你們說好了 是同意離婚的 是 這個check point check了的 是 那就是有一個不用爭 是 然後 move on 第二個check point就是 小朋友了 嗯 因為離婚法官是看三樣東西的 嗯 兩夫妻 嗯 小朋友 嗯 還有錢 嗯 那第二個就講小朋友了 如果你們是有個共識 小朋友吃著睡著誰的 另一個探視權有幾頻密開探的 例如我逢星期六星期日可以有一天去看他 哦 長假期又怎樣 飛不飛得啊 等等 如果有個協議的 那第二個check box 就可以取得了 嗯 但是有些婚人就講不定數的 嗯 翻臉的 嗯 那些局官說 你講不定數 你就來見我了 你慢慢排吧 哦 你on top of剛才那一年半 你再排多一年半 嗯 你才來見我了 嗯 那第三就去到錢 錢 因為你小朋友不定跟誰 錢就定不到怎樣分 哦 是啊 OK 小朋友是很大的小弟 所以法庭就一二三 可不可以看 OK 剛才你已經講了很多資料給我 現在很多問題了 我們可能都想知道的 是 你說離婚要原因要通姦 是不是真的要 我知道他有另一半 我就可以說要求離婚 是不是這樣了 是這樣的理解的 是這樣的理解 在香港離婚要符合五個最基本的條件 的 例如 你們 就是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說這段婚姻已經破裂到無可挽救了 是 就是我都不想跟她在一起 是 包括就 你們兩個分居超過了一年 哦 一年就可以了 一年 兩個人都同意簽紙的 那要分居一年 那分居一年的意思就是 你未必一定需要分開兩間屋的 你同一間屋簽下 不過分房睡了 沒有走在一起 那大家又不爭 那已經分居一年就可以了 哦 OK 但如果你是分房睡 超過兩年 對方就算不同意 你也可以單方面入籍 在法庭那裡申請離婚 是不需要對方同意的 法庭也是會批的 嗯 那第三種情況就是通姦 通姦這些就可能牽涉到 要有些舉證 是 申請人要有舉證 是 那第四呢 就是有些不合理的行為 是 是 家暴啊 嗯 嗯 經常喝到爛了 嗯 不給家用也是的 我忘記了 不給家用也是的 就是如果你老公有錢 賺的一個太太 家庭主婦 那你不給家用 你不給家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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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很多女士來說 是 是 那 這些都叫做不合理行為 是 不合理行為 不合理行為 你也可以申請離婚 單方面申請 這些就是 如果老公不認 嗯 我沒有丙你 是是是 那 說不定數 就是剛才我所說的 那些說不定數的 就是要打 哦 你說得好 如果你們最好就是 用一連分區 大家都是和平的 用這個原因 就是最快 最快 那條隊可以入得到 過得到第一關 OK 那我再想請教 就是我都試過一些Client仔 就是可能知道 就是另一半有另一個 那剛才你說說要有證據 證明通交系 就是要拍照就可以了 還是要怎樣 在香港的法例 如果 對方 從來自己不認 是 就是有很多 對方是會認的 是是是是是 就是認同不認 有不同的處理手法 當然 如果對方 對方認的 你有那個認的 紀錄 例如 老公在WhatsApp上 是又怎樣 哦 是哦 哦 OK 我認的 總之他又在WhatsApp 或者WeChat 認了 是 那這些就是紀錄 哦 你打起官司上來 我都不覺得他有什麼好抵賴 哦 但如果你抖領證據 這些都沒有的 你先生又不肯 black and white這樣認的 那你就要找私家偵探 哦 原來是這樣 哇很清晰 你這裡覺得很清晰 OK 其實男女也有機會的 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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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一定是男的 對大家 fair 我覺得大家了解多些會好些 對 對 那好了 剛才你說 剛才你也有說個點 家用 現在香港很多女士 有機會賺錢多於男士 絕對 對 剛才你說的家用定義 對 不是只是適合於男士 沒錯 沒錯 我們也見過不少 就是一些 頭部的 跨國公司 對 有些女的主管 對 那他們的先生是 不用做的 對 是 是 但是那些 家父父 不知道為什麼有些 又極度不善生產 對 走去換一下 燒了燈也不肯換 整天就在家裡喝到皮皮膚 哦 OK 所以那些 事業型女士 都要申請離婚 是 是應該女士的優惠 或者她要付錢 給她的先生 沒錯 在那些情況下 凡是 需要通過離婚申請 是 剛才說了 第一 就是 結婚和同意分 第二 小朋友歸誰 永遠都要處理第三個 錢怎麼分 就是 究竟是男的分 女的分 女都可以切給男 是 這個就是離婚之前 就要想清楚 而這件事都是公平的 因為真的到時要公佈大家的資金 譬如哪一個多 是不是大家這樣分 就是 一半這樣分 是不是這樣的 有很多 Factor會考慮的 是分錢的法庭 那時候 第一 包括法庭會看他們結婚的 年期有多久 究竟是剛剛結婚兩年 還是結婚二十年 年期是有影響的 是 年期有影響之外 還要看那對夫婦對家庭的貢獻有多大 哦 如果我結婚二十年 相夫婚子 對家庭的貢獻是很大的 我說二十年 十年在庭院的眼中 都算是長的婚姻 今時今日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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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你對家庭的貢獻是大的 嗯 你分到 家庭的資產也會分得多些 哦 當然最終 香港可以貼一半 嗯 但是說的是那個 家庭的貢獻 嗯 所以在離婚的時候 就要知道 哪些是會跌下去 那個家庭的資產 嗯 譬如 兩夫婦 對 是 那 可能有一個join的saving account 是 那個肯定交給你之前 是 結婚才會開個join account 他們自己的留戶口那些 是嗎 對 那 除了有join account 你也有你獨立戶口 我也有我獨立戶口 是的 還有物業 是 物業可能join name 嗯 但是有些有錢一點的 可能個人名也有些物業 嗯 你個人名也有些物業 嗯 那你除了物業之外 可能還有一些公司股份 嗯 我又在其他公司都有股份 嗯 或者兩夫妻一起run幾間公司 是 很多這些case 那法庭呢 就要先去做一個裁決 嗯 究竟哪些東西是可以押下來 這個family那裡 這些wealth 是不是大家在婚後 是 滾絕累積的 例如 你盤爭議 是 是不是 是不是婚後才 才 很厲害 是 是不是因為我 在家裡打點得家頭 事務很好 所以可以令到你出去 慢慢打江山呢 嗯 那如果是這樣的 你拿著的那個王角 嗯 雖然是你的名字 雖然公司註冊處只有你的名字 但是 都可能會被視為 家庭共有資產之一 哦 如果不是你一離婚你就說 哦 公司是你的 嗯 我跟你分聯名戶口的東西 嗯 那太太分得很少 嗯 什麼保障都沒有 嗯 嗯 所以這個也都apply to 不單止 就是在法律的概念裡面 我們只有資產的概念 資產可以包括公司 股票 是 存款 是 樓 當然是 那都是 什麼資產可以放進這個family pool 那裡重要 這個是最後由法庭判 嗯 哦 那我想問一下 其實是 譬如當離婚in case 剛才你講 是不是最久都是搞三年 不是啊 就是如果一路大家都 聊不完就 有沒有試過搞很久 很有錢的都可以搞六年的 六年啊 因為 因為 算完了 大家不對 各樣都爭 嗯 還有呢 雖然我剛才說 條數是這樣算的 是 喂 你結婚二十幾三十年 那太太 照顧周到 嗯 又幫你埋間公司打工 雖然沒命沒份 是 都幫你管住那個喉籃 是 管了三十年 那 沒有汗水都有血汗 嗯 嗯 即是一旦離婚呢 很多雙人是 就是 反面 是的 情緒大過一切 是的 那所以 我什麼都要跟他 fight 是的 很多時候去 我都明白 因為我真的陪那些客人 每次出來跟他聊天都哭 喊喊喊 但是 我不懂得用專業的角度 去給他 advice 所以很多時候去到家事發展 那些官都 會盡量勸雙方面 是 你走到來要我判 我都是這樣切的 是 那你不如出去慢慢聊一下 那所以 你回應你第一個問題 是不是談一下先好 談得到的絕對是好 嗯 不過 談得到有什麼方案呢 最好 你Whatsapp寫下 或者白紙黑紙寫下 然後交給律師 是 去make it legal 嗯 是 真的反映你們詳細的言語 跟著等個官可以等個主任上去 嗯 那你們就有保障了 哦 OK 另外 再想請教 我那時候也試過有個client的case 就是剛才你講過過程了 本來講了多少次 誰知道每次來回大家的律師信就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這樣 那時候搞了兩年了 那其實 每一次人客來回都要給律師費 沒錯 國民費 所以其實 即是你說事但一方 或者可以肯 怎麼說呢 想通些 或者大家容易共識得到的話 那其實又不用浪費了那麼多時間 但是在律師費 因為一路離不了婚 其實好像他們的情緒困擾都挺大 絕對是 絕對是 所以打離婚官司 便宜的 即大家講好了數的 是 可能一萬幾千就可以搞定了這件事 但是如果離婚又講不定數 小朋友就爭到死去活來 嗯 即是連一個禮拜去探多少天都說不定數 探多少個小時 有沒有工人看著都要爭一頓的 嗯 那你們要浪費法庭的時間去處理這個問題 那坐底要年多兩年 嗯 那年多兩年律師是很多paperwork 都會做的 是 每次來回信都要大家寫的 是啊 什麼都是paperwork 那些律師又不會口講口陪 因為 沒有意思的 口講的東西 那所以這些律師做了兩年 不是錢來的 嗯 那你女方的要給錢你的律師 是啊 男方也要給 是啊 是啊 那再加上 解決完的小朋友的 還沒完的 以為法庭判了 嗯 就是小朋友跟誰 嗯 但是很多人呢 就是離若婚呢 就是 都 很不合作 是 或者沒辦法合作 是 那所以呢 也會違反了 那些探視權的命令 哦 喂 明明是講好了星期天才來的 你就 喜歡星期五來的 我又不給你啊 那你又要吵啦 嗯 就是探視權的命令出了 都還有很多事情爭 嗯 那那些 你要浪費法庭時間 找律師去做 那又是錢 嗯 那跟著還有錢的增壓 善養費的增壓 那所以一個 全餐 連三樣東西都要爭埋 你沒有賺一二百萬 你就賺不了 真的要這麼多啊 哦 OK 是啊 是啊 其實你這個時候 我想很多客人 都會想知道 其實是花多少錢 沒問題的 你花一二百萬去爭 如果你的老公是 什麼什麼天王 什麼大王 是 是 玩具大王 塑膠大王 波鞋大王 那你就 你不就 你不就花兩年時間 花三年時間 去跟他爭埋 但是如果你們兩個都是 中產 是 是 你無端端做什麼 浪費二百萬去給律師 嗯 沒有意思的 嗯 那些人不好了 搞了搞了三年 終於就 確認了 最後的數目 縮小了 很小 但是呢 到真的 就像剛才你這樣說了 到真的判了所有東西 出來之後呢 其實那個配偶 都是履行不了的 都是沒有付錢的 是的 那時候那個客人來問我 那怎麼辦呢 那我都真的 都不知道 又要回到法庭 是 回到法庭說給法庭聽 對方 違反法庭命令 是 不出糧給我 是 不給家用我 那 法庭就可以傳他上來 叫他解釋 是 要不就 法庭就有些命令可以判他 是 例如 釘他戶口 扣押他人工 就是 如果他是有 固定收入的 他打開工的 做政府工等等 他執法人員的 紀錄部隊的 這些是可以申請 先扣糧 才出給那個男人的 是嗎 是政府工才行 還是私人工都行 私人工都行 私人工都行 他打工都行 如果他是老闆沒辦法 他收入都不穩定 但是如果他是打工的 是可以 我們叫做 入息扣押申請的 嗯 就扣了那個扇印費 才讓他出糧 沒錯 OK 不過我上次的個案 那個真的做生意 所以 他說他賺不到錢 所以 做生意的會難執行很多 嗯 另外我想問一下 例如 小朋友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最慘 因為我也看到那些個案 小朋友以前是很開心的 但之後 經歷這些事情 我看到他們是沒有笑容的 是的 其實你說在 take care 小朋友那裏 當法令判了之後 其實 小朋友都要讀書的 但是 好像剛才你這樣說 他連履行給小朋友讀書 所有東西的錢都沒有的時候 其實都是用剛才你的方法 都是去法庭追 變成果方都是要再花律師費 沒錯 所以 所以 你追對方的時候 就是 雙方都要想清楚 對方 是 有錢 嗯 假扮黑衣 還是他真的是黑衣 他不是假扮黑衣 嗯 但如果他真的是黑衣 你去法庭追爛他 都是沒有意思的 嗯嗯嗯 那可能要面對現實 就是 自己要調節的心態 自己辛苦一點 因為那個都是自己骨肉 對 但如果他是有錢 而假扮黑衣 就要看一下你掌握得到他多少證據 嗯 你掘不掘得到他的資產 嗯 收藏在哪裡 如果你找不到的 你走到法院 法院都是幫不了的 嗯 法院 不會幫你找私家偵探 給錢私家偵探去查的 那這些就要事先 收集到證據 你才要走到法院 說法官大人 他假扮黑衣 他不給錢 其實他這裡這裡這裡 都還有些錢的 哦 哦 事前做了這些功夫 你跟他拗 跟他吵 是沒有用的 是真的沒有用的 就是我都見到 各客人都是很傷心 每次收到WhatsApp 都是很傷心 是的 就是我們有時候 只是跟他聊天 但是真的不知道怎麼幫他 你要看清楚他是真黑衣 還是假扮黑衣 是 那另外 我又再想請教了 就是說 其實呢 香港沒有法例說 你這次離婚完 因為有一次有個個案是這樣的 就是因為他 認識到另一半 就說很喜歡 一定要離婚 就跟另一半一起 那又沒有說 離婚之後 他最快什麼時候 可以跟另一半結婚 那又沒有呢 沒有 最緊要是 這個呢 大家要小心 就是如果剛剛有第二段 因緣殺到來 那你要看清楚 自己已經辦理好 原本那個離婚的程序沒有 試過是有不少的人 是沒有完成離婚程序 是 就走出去結第次婚 那就會犯了重婚罪 關不關香港外地結婚時間 都關事的 都關的 你自己知道自己離婚沒有 嗯 就是離婚 法庭是不是真的出了一張離婚證書 嗯 你自己知道的 就算你不保持一件事 但記錄是有的 所以千萬不要 還沒正式 法庭頒布過 最終的離婚令 就走去結第次婚 嗯 那我也有很多問題 我想問 這幾年很流行 就是調解 是吧 其實 調解 跟我找律師 這樣來回 這樣談 其實那個分別是甚麼呢 如果兩夫妻 談不妥的 嘗試找個 中立的調解員 去談 都是一個 option 如果 我怎麼看 找個調解員 都便宜過 找個律師去談 因為律師的工作 已經不是幫你去談 了 律師只是幫你 處理那個法庭的程序 是 是 律師知道離婚的程序 需要甚麼文件 明白個法官的口味 他要甚麼證據 那談 如果你找律師去談 你就給4千元的鐘 嗯 找調解員 你找他談了一天 都是4千元而已 哦 我這樣的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 當然找調解員去嘗試 幫你們兩夫妻的調解 會發算一點 OK 那試一次都不過份 如果你試一次可以談好 有個共識可以交給律師去做 抵造 哦 那變成減少了之後 就找律師來來 不會那麼複雜的 再爭取的問題 哦 原來是這樣 OK 非常好 那我們今天這一節 先到這裡 我們下一節再請教Raymond 其他的法律問題 謝謝Raymond 謝謝 謝謝